来关注国际各大报新闻焦点 先来看到国际先锋论坛报 希腊的不动产登记混乱 严重了阻碍经济成长 因为有很多不动产交易 都还是用手写的 没有系统性的来登记序号 以至于同一个人 可能同时有好几同一块地 同时可能有好几个人 都宣称是自己的 但是都没有人在缴税 这个就成了希腊政府 他们税收的一个大漏洞 而外国人也不敢来投资房地产 希腊政府已经花了上亿欧元 要整顿这个系统 但效果还是奇差无比 而同样引起关注的 还有美国的欧巴马健保 也就是平价的照顾法案 《纽约时报》写到 欧巴马健保从刚推出 就引起极大的争议 共和党议员主张 要直接推翻整个法案 而欧巴马所处的民主党 当然不愿意妥协了 但是该法案的主要作者之一 有麦康诺参议员 他也坦诚 光是法规本身 就多达了2700页 相关规定还有2万页 根本不知道该如何休息 他说一旦动手 就会像是打开了潘朗拉的盒子 一发不可收拾 而同样在美国 5月27号是美国阵亡将士的纪念日 华盛顿邮报就报导 各州都举行了纪念活动 而其中有一名34岁的军事长 德洛瑞 他在阿富汗失去了双腿还有一只手 但他说他坐在游行花车上面 他觉得很不自在 因为他认为这一天纪念的 是要为了国家来牺牲生命的人 而不是像他这样子 牺牲部分身体的身障人士 他说他希望和波士顿马拉松的生还者 来分享他截之后的心得 另外在英国卫报报导 针对年轻士兵在伦敦街头 惨遭到杀害的案件 英国政府加紧行动 截至目前为止 已经逮捕了9个嫌犯 而另一方面 内政部长梅伊也做出政策反应 包括要加强审查网站 以及要禁止激进组织入境 并且要求大学还有牵牵寺 是要加强杜绝这种散布激进言论的人士 希望借此避免更多类似事件的发生 而英国又